街头的巴勒车 是附近居民必买的水果摊 摊子老板娘来自越南 但做生意 懂得台湾人喜欢的那一套 先给大家试吃 好吃再买 还大方教婆婆妈妈们 怎么选巴勒 选巴勒怎么选 选巴勒 漂亮 然后那个皮 那个摇摇 对巴勒这么了解 因为这些巴勒 都是她自己种的 开着小货车 再女儿一起到巴勒园 今天风大 但工作一样得进行 这个巴勒不要 怕风吹落过 心血就泡汤 女儿也很贴心 都会帮忙套袋 让她来抱 妹妹 妹妹 来抱你 我们没抱你 我们在这边都抱一分 一天过一天就好 我其实不想那么多了 不要想太多这样 人家的肚子头会痛 他跑一会儿 果园繁重的工作忙完 开车回家后 还没能闲下呢 妈 你吃饭了 对 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对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家里有八十岁 身体不是很好的婆婆 而她 虽然是媳妇 却像个女儿 你吃饭了吗 对 过完老的晚上八九点 过着疲累的身子 还不忘陪陪儿子女儿 你们两个呢 快出来 起飞 可是看得出来跟妈妈感情很好 你有交通人没有来话吗 没有 真的喔 我给他一周 他没有很多 累了一天 还能露出灿烂的笑脸 全家大大小小事情一手包办 他的先生过世六年了 留下八十岁的老母和两个孩子 他接手芭乐园 一年可以赚二十几万 平均一个月两万多块 一家四口吃穿非常节俭 日子过得去也过得快乐 只是心中唯一的挂念 是好久没回越南 没事我就不不意思 不意思还买机票很贵 经济省钱这样 对